创作者工作室 那接下来呢 因为刚刚我在这边 我点了创作者工作室 所以点了创作者工作室 就可以看到这些内容 什么影片管理啊 还有及时串流啊之类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说不去看 这样子一个内容 我们来去看自己的首页 自己的首页 可能你看到的这边 就是一堆的影片 经常去观看的影片 因为我也不断的去学习 看别个老师的影片 像例如说 你看我这边有看什么 吴老师的教学部落格 他的这一部影片 还有像网路教学影片 收集的这一部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例如说 我自己另外一个频道 大数据分析 这全部都是影片 大致上 我们可以把他的网站 可以去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这里面会以创作者 当你登入的时候 是以创作者的立场 来去观看设计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创作者工作室 创作者工作室 点下去之后 主要就是管理自己的影片 让你去修改自己的影片 然后做好这些影片 然后怎么样再方便让别人找到 简单的说 YouTube这个网站 对于设计者而言 对于当你登入之后 设计者而言 他主要的功能就是要让你去快速制作影片 还有编辑影片 但是我刚刚有说到 百分之一%的人 在做影片 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登入 做什么呢 他可以做学习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今天我登入了 我去做学习 那我就去找我想要学什么呢 假设我们现在来学一下 YouTube影片下载好了 好当我现在点了Enter 您就会发现在这个地方 我就看到说这个 资讯教学如何下载YouTube影片 假设当我今天看了这部影片 这个网站YouTube 他就会记录 我曾经对于哪些的教学主题 是有兴趣的 然后就把这个首页 自己的首页观看的内容 去做排版的调整 也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看了 我看这一部 点下去我自己做的这个影片 接下来他可能就会在自己的这个首页里面 他可能就会排出来 最近我可能去看一些YouTube影片下载的方法 所以其实从中也大概可以了解我 我最近例如说去看什么 如何学英文啊 还有像例如说 做一些有效的一个 那个文件收纳啊 还有看VBA啊 这样子的一个 内容大概是目前只要是登入YouTube网站的人 他可能只是拿来做学习 所以这点可能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的 那我们今天是要去做那个1%制作影片 制作影片然后把它上传上去 所以你也可以稍微观看一下你自己的一个YouTube的频道 当这个地方点选 点选自己的大头像 然后接下来呢 点选这个创作者工作室 当然啦 你现在可能什么都没有 不过没关系 就好像说我现在我点选这一个 然后呢 这边是不是 Excel VBA自动化城市开放 创作者工作室 应该什么都没有 就是全部都是零就对了 因为也没有影片 什么都没有 甚至可能连频道都没有 所以等一下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要教你建立一个频道 好 请你们现在先点 点这个大头像 然后接下来点这个创作者工作室